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士多啤梨的營養價值高 掌上又漂亮又可厚 很多人都很喜歡吃 為了縮短生長的週期 和令牠們更加大粒些 現在很多士多啤梨 都加了一些化學生長激素來種植 生長時間大大縮短 但又大粒了 反而營養就少了 一些對人體健康非常好的物質 例如礦物質、微量元素 以及酵素等營養素 都大打折扣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 如何挑選一些 沒有用到生長激素的士多啤梨 吹熟的士多啤梨有什麼特徵呢 外形少少奇形怪狀 大粒些 顏色不均勻 光澤度較差 表面上的芝麻粒是黑色 當然頭部反而是白 撕開後很容易撕開 中間是空心的 而且果肉顏色是白的 自然熟的士多啤梨是怎樣呢 特徵是小粒些 表面的芝麻粒是呈金黃色 撕開後果肉是鮮紅色 心是充實些 甜度高些 甜味分佈也均勻很多